另外要带你看到 10日上午8点50分左右 在寿风乡台十一丙11公里处 是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 自撞的交通事故 一名年约52岁的张姓男子 驾驶自小客车 沿着台十一丙县北上 疑似是车速过快 失控自撞 中央分隔岛上的路灯以及路数 那么松衣之后 索性是并无生命危险 6月10号上午8点50分左右 在寿风乡台十一丙县11公里处 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 自撞的交通事故 一名年约52岁的张姓男子 驾驶自小客车 沿着台十一丙县北上 疑似车速过快 失控自撞 中央分隔岛上的路灯以及路数 6月10号上午8时50分左右 在寿风乡台十一丙县10公里处 发生一起自小客自撞的交通事故 一名年约52岁的张姓男子 驾驶自小客车 沿台十一县北上 疑似车速过快 失控自撞中央分隔岛的路灯及路数 造成男子身体多处差错伤 经送医直救 无生命危险 在高速的冲击之下 造成了男子身体多处差错伤 警销人员赶抵现场时 受困的民众还能够自行爬出车外 在那个理想大地往南的那个路上 有一台小客车翻覆 那我们第一时间 就是由消防车跟救护车前往 那我们到的现场是一台白色的Toyota车 那它是撞断路数跟路灯 然后就是夹困在路边 那我们救护车人员 先给予那个适当处置 那协助患者从副驾驶坐窗户脱困 经过送医救治 所幸伤者无生命危险 男子的酒撤职为零 整起事故 分局也在调查当中 并且呼吁用路驾驶 千万要遵守限速规定 以测安全 记者林杰硕丰峰采访报道